大家好,我是东宝 今天我们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寨子 发现养猪比较好的野果 一颗是这种野梨子,这么大大个的 我感觉挺漂亮的,我们去摘一下 还有一种,让扣子里哦,我的天 结麻里这么大大个的 这个季节应该也很甜了 我们去摘点 这个寨子到一个山奥上面 比如这边是个山顶 这边是个山顶,它在这个奥上面 奥口上面 嗯,比较偏僻 从这也能看到罗维西那边 那边的富翁镇罗维西那边 从哪儿过去啊 反正我们赶山一般就是 就是那条油水河 靠我们牛山这边,我们都靠这一房 我们没去对面那道山搞过 去过一次 那时和我堂弟还有他女朋友 他们在那儿再过一次八卦记得吧 对面那道挨抗 让挨抗过多这点 把拉祸 好,我们先去摘那两种野果 看看味道如何 应该现在立冬了 以后了 我觉得应该很甜了呀 走 有没有发现啊 我们这里啊 我们在大山里面 每个寨子里面都有那么一两棵大古树 这个是古树的 和我们从那个 呃,第二大大棵树 应该差不多大 没有,我们最大的那棵古树大 这个应该也有几百年了吧 而且古树都偏向于全是枫树 因为红树城长得巨大无比啊 这个可能一二两三个 两个人抱吧 你这隔着有点远 没那么大 其实近看的话很大的 就是镇山神器啊 每个每个村都在镇山神器啊 就是这个村啊 这个村好像总共只有三户人家啊 人口好像只有五六个人那个样子吧 在家里啊 这个这个村也是没通公路的啊 因为人特别少啊 啊,这个就是给红栗子结麻绿 哦哼,真的好结啊 文字有点酸啊 还酸,都这个季节了 你说的还有颗那个扣子里呢 栗子拿过来,正好 对吧 把口子里挤两个 挖着去 弟弟 酸 酸 我说酸了 乱口酸 口子里呢 口子就这边 这个是啥子 哦 就这个 嗯 这哪看到啊 栗子呢 这是咱们打哪个的 顾名思义啊 我咋叫咱们打个打过去 哈哈 喝酒喝去 嗯 喝酒可以 喝酒吧 再喝酒吧 把酒给抖 嗯 喝酒好奇还能不能 他主人看着呢 他把他喝酒欢迎 哦 这有点老的 嗯 黑毛的都有点白毛的 要给老的结马面 嗯 一串串一下阿部 好结哦 哦 我看暖面 哦 小心点有火麻草啊 这么多迷糊桃都不在 这有时间做哪个盘呢 那是我们搞的 搞的就要有大壳啊 嗯 今天这么大壳如发啊 嗯 小心啊 对火麻草 小心 就软了 我感觉没软 都你懂了 肯定 好大壳都不要 他们都不要 我们在阿部 人们到处楼 嗯 就是资源 资源不对称 这个好大 你看这好大啊 大家看这个上面 再看那边 好多迷糊桃 还没软 你觉得这个大壳 这个好大 这都紧紧的算大一点 嗯 毛迷糊桃也是迷糊桃 这个好大 还差点有点嫩 嗯 用这个好大壳 我搞点 搞点 装开 我得 吃完事吗 嗯 大壳的都大便就这 嗯 吃不到 嗯 大了 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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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切了 哦哦哦哦哦 哈哈 剪不炸了的 哦 剪哪 剪 我给你剪起来快些 你搞下来打烂的嘛 打烂的 哦 这算大口 可以 如法 嗯 你够了弗马桃啊 好重 耶耶耶 这个好大个啊 野生迷糊桃 嗯 还挺接 掉了这么多 还有这么多 这趟金山也没背来嘛 嗯 你当我不要他嘞 做到他如法嘞 看这个好大吧 这个好大 嗯 嗯 要吃到树上软了啊 这好轻 怎么都这个时候还没软 小小的 这个都高兴嘛 都要大口嘛 要你的地方们 要不到 不要人们 他到武当面都不要 真的就在房子旁边 嗯 资源不得称 这个 这地方还有个老股东呢 大头电视机 嗯 我小时候见到过 我小时候家里也是用的这种电视机 嗯 你看这里面好多 里面的好大 你看看那里面最里面 嗯 哦 这边 这边也有几个大的 这不这么几 你是对你太自信了 还是对这棵树自信 这么小的一棵树 你觉得它能支撑你吗 你看 它不是支撑的 吓了的 那的 好大火 一日里都要大些 你怎么搞不懂啊 有凳子 我们到底是来 搞野栗子 还是搞牛桃的 要大东西 放开关键 这也算是意外收获吧 嗯 本来是想搞那个野栗子 没想到这边 野生蜜蚝桃这么多 啊 啊 对 又大又多 知道没 知道 再来讲这好大口 好 好脏 哦 哦 哦 酒吧啊 嗯 这个都乱了 可以吃了呀 可以吃了 给你吃 给你吃就这么一颗 野生蜜蚝桃 哦 啊 野生蚝 水分还挺足哎 我明明一人一半 嗯 怎么乱写 你先吃 你乱头 还是有点酸是吧 嗯 你擦到顶了吗 嗯 我都看不到你了 你来来都装不到 我应该 等下找老乡 寄个口袋 哈哈 大火都出嘴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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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跟种子的都差不多大小了 哎 今天最后最大的这个了 你这个还能装野栗子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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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跟种子的都差不多大小了 这个跟种子的都差不多大小了 哎 哎 今天最后最大的这个了 有几个真的大 嗯 看这个 就大到我这儿 还没出来都大的 大还 我口袋里的 那个你说这个啊 这个都大嘛 你说这个吗 嗯 这个只是宽一些吧 嗯 上面还有个螺子 嗯 螺子 他看到你了 哎 哎 再来来买坑买不到几十块钱 嗯 野生米猴桃要卖贵一点嘛 哈哈 看下 做好大哥啊 嘿 乖不乖 嘿嘿 我们先搞点裤子里去 来 来 来 哦 哎 裤子里 所谓裤子里就是裤子大 哦 厚度 手上其实慢了呀 嗯 哦 这个里是有肉吗 不要理 咱们切好了 压后 其实有点酸啊 酸 嗯 厚度 嗯 牛儿上的口子里裹几掉 在山顶上就好吃了 这牛儿上还没看到过 有 我看到有斗 这个也是野生的 嗯 野生的 它这个涨上的 哪个走得掉 那会稳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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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驢子啊 大家见过没 我我也是 我是第一次见 嗯 你啊 人家的大姐夫他们都不摘啊 他们摘黑鸡泡 摘黑鸡泡的 嗯 怎么干啊 别门他们摘的 六斌饼 嗯 哦 他搞门盆 他不跟我干 你有点吃点 咱姊高善的啦 来 高善咱起一十块 起点起点 对 他姓李啊 姓李啊 我姓李啊 就叫舅舅 我妈姓李啊 哦 她老婆姓张 我叫姑姑 也按我们张家教 这么这样教 来 酒不搞 来 干什么 我没搞酒 你给我月儿才可以怕是吗 我不起酒 我起酒肯定是过敏 过敏的算是人的 你过敏的 最好也没起酒 放来都是谁家伙 大喜吃啊 你先吃啊 我刚才炒点叶子菜 好 好 哥哥 来 来 感谢 我还什么都看了 哈哈 哈哈 你笑 我没明白 风能员 啊 这风能员的 嗯 来嘛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 要不要 不要不要 这个伯伯好像是坎儿在的吗 坎儿在的 哦 你也走会儿来的 哎 我在看山嘛 哦 走 那刚才我们去到你去你看 哎呦不得吗 我看我去我我看看看 嗯 嗯 哪钱我啊 嗯 我 就 够 这都不够的 要不就 那个 够子还够的呢 那来抛炕了 哈哈 抛炕了 来呆了 哦 那会儿 那时候 你还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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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这些 这些是不接不接 吃麻烦了 我们在这儿 还要不接 我现在搞这个米粿 但我又没用在这儿 真的没用的 这个比那个扣子 你也肉多多了 嗯 这吃起来我吃 只是现在还有点酸啊 嗯 还等会不苦过你 那还 嗯 哦 苦过 上面这个房子 是不是都没住人了 嗯 都变老骨头牛 他们这个人缺些 今天 一粒子也大磕 这大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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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突然跟你不感兴趣了 要说你没有灯 我将会给你最好多 嗯 这在小袋尝尝尝尾就行了 嗯 看这个 嗯 这大磅 嗯 哪里都有 你看这周围都是的 嗯 随便摘一点 四下味就可以了 这种有点酸味的凉坑齐 我也追这么点狗肉 嗯 看这个树顶上 密密麻麻的 全是麻的 拿上这些大磅 嗯 追不到嘛 再一次好多了哈 嗯 好的 好 今天我们就收获三种野果 其实我们主要是搞这个扣子梨和这个这个野梨子来的 但是发现了它了啊 这个就感觉都太想烤了啊 嗯 你看今天摘这个野生枚头是真的贼大贼大啊 今天摘的最大的最大的啊 这你看我这么一摆盘 是不是很漂亮 嗯 来配埋 一百块钱怎么也难 哈哈哈哈 看看啊 今天里的这三种野果 野生枚头好大个啊 嗯 野梨子 也金黄金黄的 嗯 扣子梨 嘿嘿 如何啊 都很多啊 这都挺多的啊 但是这两样我们就不摘了 今天主要行头带少了啊 嗯 行头带的多了 又来个贝勒 我估计摘他也贝勒回去啊 主要是 这个篮子是为他们准备的 现在被他占了啊 那没办法的啊 嗯 好吧我们今天收获真的非常非常好啊 我们这些视频就到这里了啊 拜拜